各位新来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联帝,我是陈云庆 昨日激情过后,虽然今天台北股市震荡做拉回 很多LINE的群组的好朋友都在问 他说老师啊,这会不会又是只是一日的反弹行情 我在这个地方,我要告诉大家,各位可能真的是想太多了 为什么我说可能大家想太多了 第一个,不论是就讯息片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的一个美国领总会的一个主席鲍尔 那么政策的立场也开始转趋偏向隔开 甚至美中贸易战的争端暂时秀兵 至少也有多少,90天的一个反冲期 还有林底的一个法人的一个作战的一个行情 架空行情如火如荼的一个展开 包括的一个内外资在这个地方 偏多的一个心态并没有改变之下 那你想想看 台北股市怎么可能是只是一日的一个行情呢 另外 再从整个这个盘面类股的架构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也是我们在盘中跟大家所分享的部分的内容 我说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今天为什么会杀 最主要你可以看到今天早上报纸你打开啊 最主要有是里昂半导体 唱功什么半导体嘛 所以包括全职股啊 包括环球金啊 包括矽利啊 世界线性今天都是什么拉回嘛 冲一今天收平盘 然后调降这五大台场的一个目标价 还有股王的一个大力光瓶盖股 红海可乘玉均光 MOSFIT的大宗杰利 网通IC的一个瑞翼 快充元倦的一个昂宝 Tesla的一个茂林 再加上什么船长股 龙头的一个台宁亚尼亚 以及统一这些的一个下沙拉回的拖累之下 所以才会使得今天的一个大凡指数 今天下沙拉回收低54点嘛 但是在下沙拉回的一个过程当中 各位可以看到 那么其实台北股市股票市场上 仍然有很多的股票持续活蹦乱跳 甚至亮灯涨领满 比如说包含被动员间的国具 跟华行客今天表现相对来讲 还是算持稳的 那么甚至5G概念股的一个 剑翰台阳啊 哇赵鹤 你看今天表现5G表现都很亮眼 甚至光环亮灯涨领满 PCB的一个台光电 亮灯的一个涨领满 那么再加上蓝电啊那金像电啊 那么以及啊好得 那去动IC等等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看了 我不念了 你自己看 今天还是有很多的一个股票 今天持续的一个接棒 轮动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带动之下 那么整体的一个行情 仍然是为细的一个这样 良性轮动轮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格局 并没有改变嘛 那么因此在多头的一个架构之下 并没有改变的一个前提之下 后市的一个行情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仍然是往上看 那么既然后市行情 仍然是往上看 今天开低拉回 是不是就是你机会 今天开低拉回 要怎么做很简单 今天开低拉回 我们在9点10分的时候 我们就建议我们小卫力的一个会员 可以偏多操作 Bingo 你看偏多操作 没有买在最低拉 几乎相对低 偏多操作马上急拉上来 这样一趟 当冲开金获利赚 这样一趟价材也都达到将近60点 就像在昨天的一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昨天开高吗 我也跟大家说过趋势在多方 策略就是要懂得怎么样 偏多因应为主 所以在昨天开高的一个时候 你只要懂得做把握的话 从昨天的开盘到收盘 价差也有100多点是不是 所以赚钱其实是可以很轻松 很愉快的一个事情 但是重点就是 你要怎么样来掌握的一个让 个股以及盆势的一个轮动的一个结构 比如说以个股来说的话 你会发现了 在这一段的一个时间里面 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包含的一个环球金 环球金今天是下杀手拉回 这一点不意外 因为我也跟他说过了 你可以看到从211块 我们带会员朋友锁定布局买进之后 这一波如同我们的一个规划 一路的一个搭空大厂上来 来到398块 将近看到四字头 你可以看到你只要懂得做把握的话 从211到398 这样一张的价差速度达到187块 价差的幅度将近多少 将近九成 当然他大厂上来的时候 你再去做最高 当然是没必要的 但是今天拉回是不是代表说 这一波他的一个多头的一个反弹 的一个架构结束了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还没有啊 为什么还没有 你想想看嘛 现金元的一个整体的产业趋势 向上没有改变嘛 然后包括的一个什么 包括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营运 未来的一个业精的一个成长 成长性能然是相当的一个强劲 运营市场的一个需求 还要在南韩来扩展 这些都已经产能都已经被怎么样 被包下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啊 在今年的一个全升级 大赚了一个22.65元之后 预估全你有机会上看的一个 三个股本以上的一个机会 甚至明年的一个获利 还会持续大爆发 所以不论是基本面 产业面都没有问题 包括的在技术面筹码面上 你可以看到 技术面筹码面上 目前的一个整体的量价结构的 的一个配合 仍然是相当的一个漂亮 那么目前的一个均值 比到昨天为止 还高达将近多少 将近4成吧 好那你要知道 每年的一个 3月4月都是融圈回补的一个 最最最大的一个高峰期 所以我可以很暂停缺的 告诉大家 就算最近有拉回 他也不会那么快就结束吗 拉回就是你的机会 好那么拉回到底哪个地方 可以在进场 各位现在投资朋友 你想不想知道 你想不想把握 想知道想把握的话 那么标股新链定的9n的 你就是要赶快加入吗 你看嘛 过去在211块的时候 我们带会员朋友开始锁定 很多人看到的一个股价下杀 哇担心的姚明 为什么会担心 甚至有的人 砍在不该砍的一个地点上 很多人500多块 400多块哇杀下来 带你去追高杀下来 砍在地点上 结果你可以看到 我们高档开心 活力换口袋 拉回了绝佳机会 弧线的时候 我们带会员朋友 这样一波的一个这样 赚上来 这就是我们跟其他专家的一个 专家的一个差别吗 我们一切都讲在前面 讲在前面 大家都可以怎么样 直接摊在阳光之下 大家都可以做验证 甚至包括合金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价差都已经达到怎么样 超过6成了 当然来到这个地方 短线一定会震荡一下 这没什么 我不是叫大家去做追高 我们加码当我们也开心 获利换口袋 我们基本上 我们就是抱着 抱着 我们就在等待他的一个拉回 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还会怎么样 我们还带会员朋友 来做一个这样 来做一个切入 包括的一个被动元权的一个华欣客 也是一样 今天在创粉朗的一个新高 你看这一波的一个大涨 已经足处涨 已经达到多少 已经达到将近8成 已经达到将近8成 那么为什么这一波 的一个被动元权 在很多人看不好的一个声量之中 会这么的一个这样 这么的一个这样 强弹的一个大涨上来 这就是股市迷人的一个地方嘛 当大家往往认为他不好的一个时候 很抱歉 这个时候 反而就是一个机会 当市场上又过度乐观的时候 很抱歉 这个时候反而你就是要懂得极了 我们都要懂得提防 小心的一个地方 那么被动元件 第四季为淡季我也知道 但是在这一波你可以看到 目前卷值比较高达4成以上 所以这一波他所在酝酿的 就是一波的一个 干空的一个行情嘛 你要知道股票 它是一个实机材嘛 不论是华兴科 不论是国际也好 都是一样嘛 当然我不是叫大家去做追高 我们加码当开心获利换口 但基本当我们还是抱着 那么未来他拉回到哪个地方 可以再出手 所以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 9N的最优质的一个 9N的群属 你是不是要赶快来加入 赶快来锁定 甚至包括的一个家庭 你可以看到 我们带会员朋友所锁定的家庭 今天在创新高 为什么会创新高 你所了解的 可能他是什么 哇业绩表现不错 然后受惠电动车 受惠于高效能的一个通讯 那高速运算 这些带动的一个 半导体材料的需求 但是你要知道在国内 唯一可以生成什么 碳化系 淡化加的一个产生是谁 上游材料是谁 那环球军 他也在积极演化 还没开始 国内唯一就是夹金 为什么 这样的一个材料很重要 因为你要知道 现在的一个随着一个高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 随着一个耐高温的需求 那么对于整个的一个材 的一个怎样的一个材料 他的一个第三 第三代的一个关键材料的一个眼镜 未来就是什么 就看 看 碳化系 所以这些种种种种的一个让 产业的一个让产业的一个卖动 这些 你都要掌握 你不晓得怎么掌握 我来帮你做掌握 没关系 你加入9end 我告诉大家 未来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们不离不弃 我们持续带着会员朋友这样锁定之后 就是怎样 一波大涨上来 甚至老师跟他分享的一个神盾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今天神盾再创新高 哇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他能够再创新高 这些都至老是领先市场跟大家所分享的 因为他过去是电容 未来是什么光学式的一个指纹辨识 而会带动他的一个这样 他的一个毛利 他的一个获利率的一个大湖攀升 再加上的一个这样 卷制比的攀升 惯性的改变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神盾 这波标准上来已经都超过一倍了 当然从我们分享开始到现在为止 是都超过4成了 我相信 你都看到 你都看到了 包括创意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我是买在什么地方 我几乎是买在最低点 我没有买在最低点 几乎相对低点上 172 172当天你看我买进了 当天我问你谁敢买 有谁敢买 看到股价下沙破底 很多人都告诉你还会在下沙 还会在破底的时候 通常很多人都会等到大涨上来的时候 哇 哇低档没有买大涨上来的时候 才想要怎么样 才想要去追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 是带会员朋友 领先市场布局 我也在那边的上 我也直接很公开大方跟大家做分享 这就是我们跟其他专家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会杀 当然我知道是因为比特币的一个关系 但是比特币是不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并不是啊 你要知道创意未来在16奈米 在7奈米的一个先进制成的一个 委托的一个设计的接压接单量的一个 大幅的一个成长 会带动他未来的一个营收 你看第三季营收 仍然是角出亮眼的一个成绩单 第四季营运持续的一个抗旺 再加上低档的一个背离 目前的坚持比又攀升到三成多了 那你可以看到像这样一档具有体材 具有未来具有成长性的一个股票 当机会来临的一个时候 我们就是不错过 我们就是不错过 你可以看到短短几天的一个时间 价差也都达到多少 27%多 27.3%将近三成 这档的股票我们仍然是怎样 仍然持续锁定 那么除了这些的一个股票之外 那么另外啊 随着一个5G商机的一个来临 未来5G的一个商机 在2020年即将上转 未来5G的一个大商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 未来联合的一个成长率达到100%以上 全球预估的产值达到12.3兆美元 他势必会带动相关的一个设备股 基础材料建设的一个 可望需求 可望跟进大爆发 所以你会发现最近的一个5G非常火落 很多的一个5G 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反弹大涨上来 但是5G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反弹上来 到底市场上谁是真正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受惠者 谁是未来具有爆发成长的一个权利 你会发现像今天的一个台空舰 为什么还能够亮灯长停板 昨天亮灯长停板 今天持续亮灯长停板 他就是受惠于5G的一个需求 带动整个的一个铜箔材料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攀升 所以因应市场的需求 公司未来也要怎么样增加铜箔的一个基板 的一个扩展 增加铜箔基板的一个产能 所以你会发现 他随着一个低档止跌气急弧线 而且技术面租在相对有利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 反而一点我很快的就是飙涨停飙涨停 当然这种股票已经连两天飙涨停上来 我不是叫大家去怎么样去追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5G的 一个相关的一个应用的体材 都一档接着一档渴望陆续绝胖 譬如说像股市智者智胖 你可以看到未来随着一个这样 未来随着一个5G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体材的一个花灰 那么他又是全球交换器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市占率超过多少 超过突破的一个深层 那么随着一个资料中心 跟ODM的一个客户拉货的一个这样 转强第三季缴出一张亮眼的一个成绩单 那么再加上第四季失望季 跟北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 带动100G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这样 往东产品需求的一个浮现 再加上未来400G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新产品 在明年即将开始放量出货 那么对于一档这样具有成长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司 那么目前的一个这样技术面 也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条件 之下 卷值比目前达到46.67% 那你想想看 像这样一档具有未来具有成长性的一个股票 是不是就值得我们来做锁定 是不是就值得我们来留意 所以除了赤棒之外 当然还有 像台客家族也很棒 台客家族 最近老师也发现到 开始有特定人开始怎么样 开始在默默承接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能够一档接着一档 不断的帮我们全国会员朋友 跟9end的粉丝好朋友 创造获利的一个加期 我们股票并不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每当我们说什么样 筛选出来的股票 为什么总是能够飙涨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目共睹 那么如果说你想技步了解 你想第一时间就能够把握 做在有体财 有未来有成长性的一个教授上来 那股信念定你一定要赶快加入 end g o l d 99 end g o l d 9end g o l d 欢迎各位加入最优质的一个 9end g o l d 的一个群主 让 我 来帮各位打通财户的任督二脉 带大家一起翻转财户 一起发大财一起赚大钱 那如果说你不晓得怎么做加入的话 也欢迎各位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 23219933 23219933 直接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 彩色的一个人生 333的一个计划 股票不用多 一档股票 我们目标设定三成就好 三档下来你的资产马上就翻一倍 更何况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路以来跟大家分享股票 光是 华兴科 光是合金 环球 华兴科 环球金 国际 神盾 创意 家金等等 各位啊 你的财务不晓得都已经翻了几倍了 你现在你都还来得及嘛 行情财怎么样 才刚刚开始而已啊 也是希望各位你真的要好好来做把握 祝福大家天天开心赚大钱 我们明天投资时间再会了 拜拜